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游是小甜阿血的》 与爱第281集争相捧着的小孕妇,路易要失宠了 挂断路易的电话,老路还不能全然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背着手反复在办公室里躲了几个来回之后一跺脚 立刻叫了张助理过来送他回家 张助理一脸错愕地看着老路 稍晚一些,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客人要见 关系着路是未来几年战略布局的一位政界大佬 并不是他想约就能约到的 董事长,礼布的时间很难约的 老路皱着眉头,来回夺着步子 好久之后,他才渐渐平息下来 他知道上午还有一个重要的客人 只是一时兴奋之下急着回去见儿媳妇 这会儿被张助理这么一提醒 他才把自己从感性的世界里拉回来 坐镇陆室的大老板不能太感情用事了 老路挥挥手让张秘书先出去 想了想不妥,又把人叫了回来 你安排几个人 去买点营养品,还有孕妇专用的护肤品 哦,还有孕妇服之类的 好,我安排两个细心的同事去办 但凡与孕妇相关的,我都让人仔细挑了好的买回来 送到 张助理抬眸看着老路 心里已经猜到了他如此激动的原因 老路点点头,让他把东西送回陆宅 一方面,陆毅和今夏中午会留在陆宅吃饭 送去陆宅方便一点 另一方面,他也需要多了解一些孕妇相关的知识 留着下一回他要自己亲自去买 张助理离开之后 老路像是想到什么,立刻拨通了陆毅的电话 只是,他还没开口,已经听到了朱爷那熟悉的笑声 老陆心想,晚了,这老头还是来跟他抢孙子来了 陆毅的一通电话之后,六姨就让人去买了今夏要吃的食材 早早准备好了等着袁妈妈亲自下厨 陆宅的厨房不算小 透亮的玻璃更显得宽敞 袁妈妈不时挪动着脚步准备着午饭 除了今夏点了的那两样之外,又添了好几道菜 都是他平时爱吃的口味 很快 蒸腾的热气拌着小排骨的香气就沾满了整个厨房 六姨不时探头看着,顺便帮袁妈妈打着下手 其实也没什么好学的 不过是家常的做法,她自小吃惯了就觉得好吃了 袁妈妈将小排骨盛出来,整整两大份 一份是单独给今夏的 一份是给大家的 六姨加了一小块细细扎沫着味道 频频点头,每个孩子惦记着的都是妈妈的味道 这个味道跟我做出来的还真是不一样 怪不得今夏每次吃的时候都吃不多 这回记住了 陆宜有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 六姨的话让袁妈妈心里咯噔一下 陆宜早年丧母,不知道她对于母亲的记忆是什么样子的 她还有贪恋的母亲的味道吗 六姨放下筷子 一边仔细观察着袁妈妈的这份小排骨 一边回答她的话 一儿小时候喜欢吃妈妈蒸的水蛋和鱼 她口味一向轻 也是跟着妈妈养成的习惯 那这个味道你还记得吗 嗯,记得 我一直跟着先生和太太 家里人的口味我都学着呢 六姨眼底闪过一丝黯淡 她当初只是想帮陆太太分担家务 才一时兴起学了她的手艺 味料以后竟成了陆宜对母亲味道的唯一怀念 袁妈妈沉默了片刻 轻声问她 要不下次你教教我 好呀 我们彼此切磋着 两个孩子去谁家都有妈妈的味道 六姨眉眼弯弯 这么多年 她是真的把自己当成了陆家人了 今夏闻着香气往厨房跑 拉开小小的一条缝隙往里张望着 女孩子一张脸娇娇软软软地挂着笑 不时扎扎嘴 像极了贪吃的孩子 六姨端了一份小排骨往今夏手里塞 顺势把它往外推 去餐厅慢慢吃 厨房里油烟重 不要往里钻 这样会不会不好 爸还没回来呢 我就尝一小块就好了 今夏弯着眉眼 随手抓了一小块 排骨往嘴里塞 六姨直接连人带排骨都推出了厨房 顺手又把门拉好 今夏喜滋滋地抱着自己的小排骨出来 悄悄往客厅一坐 一块接一块吃得十分满足 有时候妈妈的味道未必是怎样的完美 无人可及 但就是这样的味道 让她心里反复惦记着忘不了 路易悄悄从客厅跑出来 挨着今夏坐下 自从家里人知道今夏怀孕之后 齐齐整整地就剩下一个话题 怎么把今夏这个小公主养得更好 初时她听着还觉得很好 等到他们两人商量着 要把今夏接回夏家还是陆家养着的时候 她就不愿意了 她还没有过够二人世界 不想总是有人参与他们的生活 今夏往路易嘴里塞了一块小排骨 喜滋滋地损着手指尖问她 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吃 嗯 很好吃 路易一边鼓着腮帮子含混不清地回答她的问题 一边握着今夏的手捏一捏 等嚼得差不多了她才又开口问她 老婆 你以后想回夏家住 还是想回路宅住 今夏的大半份小排骨已经吃进肚子里了 损着指尖摸摸肚子打个小小的宝格 就算是在喜欢吃的东西 此刻她也没有那么大有胃口能吃得下太多 况且刚刚她才在客厅里被投喂了很多水果点心一类的小东西 这会儿已经称得有点吃不下任何东西了 今夏把吃剩下的小排骨推到路易面前 点着夏盒示意她继续吃完 路易这会儿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吃东西 她需要今夏的一句话 回了夏家她归夏长青和原妈妈馆 回了路家她归老路和六姨馆 不时还有猪也会冒出来 只有回了自己家 她才是完完整整属于她的 那你想我回哪里住 今夏损着指尖 没去接路易递过来的湿巾 一双眼睛眨巴眨巴 带着些许的脚侠和调皮 她才不想做那个得罪长辈的人 哼